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如理 我是Carmen 我和袁醫生為你們今集的節目主持人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我們現在看周遭的人 發覺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越來越多 我之前幾年看過一個電視特輯 直接訪問一對護士醫生夫婦 媽媽需要遲了工作 家裡好像傾家蕩產去醫治這些小朋友 而且自閉症經常會跟弱智癌症同時出現 袁醫生同類療法 對於醫治自閉症有沒有什麼好的效果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都越來越察覺 自閉症的小朋友是越來越多 其實多到幾多呢 幾年前在加州有個數據 好像大概161個左右 出生的小朋友有一個 最近就說差不多六十幾個出生的小朋友 已經有一個 你看到自閉症的小朋友是越來越多的 你曾經都說 如果家裡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家裡要花很多資源去幫助他們成長 在美國的數據 大概一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要花費社會大概三百多萬美金 去照顧他們 當然如果有這種自閉症的小朋友 其實是挺辛苦的 在我自己的診所裡 我也看過相當之多 也有三十幾位自閉症的小朋友 我也在這方面一直都有留意 例如自閉症同類療法 在自然療法裡面有什麼方法 我也收集了很多自然療法的工具 有不同的書籍 有些人發現有種工具是比較好的 但我今天想講講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是怎樣用痛療療法醫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確實的一個科學文獻裡面的報道 在印度就知道印度同類療法醫生很多 有成一百二十幾間同類療法醫院 醫學院有成很多同類療法醫院 有成幾十萬從事同類療法 很明顯在這麼大規模的人數下 做得好的同類療法的人很多 其中有一個診所 他專門處理同類療法 他就將他由政府拿到的資源 做一個科研 科研包括了六十位的小朋友 是 那其中 其中 這次和主派症有 程度之別 有不同的程度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有一種新的Term 叫做PDD PDD 就是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小孩 你會發現他有些成長 有些障礙 但又說不到什麼 而過去的經驗發現 有這些PDD的小孩 基本上如果你不刻意去治療 Skable醫他們 他們自己的機會很少 亦有很多這些所謂PDD的小孩 都後來被診斷為自閉症 或者Asperger syndrome Asperger和自閉症的主要分別 Asperger比較輕微 他們的智力方面 沒有那麼差 是 好了 這個研究中 用了60位患有自閉症的小孩 其中 嚴重的自閉症有9位 中度自閉症有27位 輕微 輕度自閉症有24位 總共60位 他用一年的時間 用同類療法來醫治他們 當然他整個過程 他就用心理學的DMS4 就是一個診斷的 心理學的評估 來看看他的自閉症 原來有叫做 Childhood Autistic Rating Scale 從這裏評估一下不同程度 也有一種叫做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 Scoring System 叫做ATEC Autism Treatment Evaluation Checklist 你可以看到 這個 checklist 是一位 Dr. Bernard Rimland Dr. Bernard Rimland 是研究了自閉症很久 他也有一個中心 叫做Autism Research Institute 在美國 这个是國際已經有一個 很出名的治療 处理自閉症的地方 他就有很多的分數 他有14個 subset 每個 subset 就有不同的分數 從那裏評估 到底自閉症的小孩的進度 改善程度 Dr. Rimland 那個機構 主要是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他就有一種評估的方法 還有一種評估的方法 我們叫做SQ Score 就是Social Quotient 用Vinland Social Maturity Scale 主要是看智商的智能方面 在這個研究裡 就有不同程度的評估 看看是否高功能 即是比較好些 或者是有Mental Retardation 智力持頓 中度、輕度、嚴重 或者很嚴重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科學研究 就研究治療 用同學療法的治療 好了 他只是用過大概一年的時間 去看 用同學療法 他們的成績 大概在一年裏面 有九個小朋友 完全康復了 變回正常 起碼的Score 和一般正常的小朋友 一樣 有34% 在第一季 即是三個月裏面 就已經改善了 不同程度改善了 也有60% 大半人 60% 在半年之內 六個月裏面 已經看到很明顯的改善程度 聽起來成績不錯 非常之好 比以前學友的治療 至少在現代的醫療裏面 是沒有的 根本是很皮毛 很皮毛 家長用很多精神時間 但金錢是用不同的訓練方法 用音樂治療 用行為治療 油氣治療 用飲食治療 油氣治療 用了很多 可以告訴你 那個成效跟同類療法 是差一大部分的 這是一個科學研究 已經在醫學雜誌 已經刊登出來 那你怎樣醫治呢 袁醫生 有些同類療法的指引 第一 我們都想了解一下 那個自閉症的成因 很多人都很關注 大概現在估計 成因都很多方面 根據這個雜誌 有幾個因素 可能和遺傳基因的壓力有關 那那遺傳基因 為什麼叫做genetic low 即不只是genetic 因為你遺傳遺傳 以前沒有的 以前的自閉症小 都很厲害 但這是主流說法 這是主流說法 始終做科研的醫學雜誌 都會把多方面的說法都放進去 那種一種就是 可能那個情緒的創傷 包括媽媽懷孕 和嬸嬸仔的BB情緒的創傷 那第三就是那個西藥 即是嬸嬸仔媽媽在懷孕期間 或者之前 受孕之前的身體 用很多西藥 那還有一個就是 可能那個小朋友那些 即是那個創傷 physical trauma 在小孩的創傷 即是怎樣都好 跌傷或者鉗他出生的時候 缺氧或者要有些手術方法 那也都有個可能性 就是產前之前 是有一些感染 有些感染 infection 這樣導致 那最後一個是vaccination 即是打針 那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大家都跟大家分析很多次 那我也覺得是打針 審溫仔疫苗注射 是一個主要因素 那最近就有一個研究 就是發言在美國 有些地方的人 是不贊成打針的 嗯 他是不贊成打針的 醫生 但其實你之前是否說過 自閉症的症狀 是否好像中水銀毒的特徵 那其中的解釋 就是為什麼打針有影響 有很多醫生都發現 其實現在我們的 三文仔疫苗針裡面 其實是用很多水銀 含有很多fimuro 是一種水銀 水銀是劇毒 即是全世界最毒的物質 即是除了有些輻射性的 特別是很少見的那些毒品 毒毒的金屬 水銀是最毒的物質 那我們竟然將這些水銀 是混入我們那些 那些疫苗那裡 是打入寶寶仔的血液裡面 而它的成分 已經在科研上已經知道 那份量是高到 肯定是很大機會 是造致那個腦的創傷 或者那個消化系統的創傷 那英國有位醫生 像是Dr. Wakefield 他有做過研究 他解釋整個過程會怎樣 背後的機制是怎樣 他覺得在疫苗的水銀 破壞沈寶仔的腸臟 導致沈寶仔的腸壁 會吸收很多毒素 或者是敏感物質 直接進入腦裡 導致腦部的受害 那這個醫生提出這件事之後 當然有很大的主流醫學壓力 最近好像又要除去牌 你知道背後的黑暗有很多 例牌 大家經常以為科學是一個很開放的 大家探討 其實不是一回事的 全是一個很黑暗的 好 那我為何說打心是最大機會呢 因為最近有一個研究 就是比較在美國有些阿米尼亞 阿米尼亞 你知道阿米尼亞人 全是穿黑色衣服的 沒有其他顏色的 大家有機會都看到 不會穿黑色衣服的 好了 他有一種做法 阿米尼亞人 在美國 Pensylvania比較多 其實美國北美洲那裡 我以前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我有個診所在一個浮仔 一個農村的村莊的地方 都有些病人都是阿米尼亞人 他經常送一些新鮮的奶 炸的奶 自己煮牛油 經常送一些食物給我 因為他們傳統 是不用西藥 不打針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他們的數字來說 可能應該是一百多個 有自閉症的身份制 以人口的比例 一百六十多個有一個 他們應該有相當多的自閉症的身份制 結果發現 在這一組阿米尼亞人的社群 他們只有三個 找到三個有自閉症 其中一個就能解釋到 是在中國收養回來的 打過針的 打過針的 還有一兩個 就不太清楚 到底他們有沒有打針 總之 比例上是少很多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很確實的證據 其實打針是一個很主要 導致自閉症的原因 好了 在這個科研裡面 他就說他們怎樣去處理自閉症 首先他就把自閉症分類 我相信我和大家一說 大家都一聽就會明白 第一類 是我們叫做感受的 Sensory Pattern 這種小朋友 感覺上是很強的 這些人 很可能去處理感覺 在美國的方面 是會很反常的反應 譬如有些小朋友很怕聲音 一聽到聲音 某種聲音 他就會很害怕 或者就會很吸引他們 我記得我有一個小朋友 他一聽見有警察車 或者火速車 一經過 他就會走出去看 他會很吸引這些聲音 也有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是對美國 或者是中國很敏感的 你一念他 可能他的反應很強烈 或者是對時力方面 某些影像 他的反應 可以這樣說 是會令到他一種很異常的反應 那這種小朋友 這一類的小朋友 我們屬於叫做Sensory Pattern 那這類的小朋友 在同學療法裡 有一系列的療劑 是幫到他們的 其中是Borex Chermonium Acerum Acerum 這個療劑很有趣 他很怕尖療的聲音 譬如有些人在射黑板 刮一射粉筆 那些 以前我們在世上 還用粉筆那些 那些人是很難受的 很常見的自閉症 這個症狀 這個症狀是很常見的 這個症狀 譬如有隻Firidium Firidium Firidium是蜘蛛 Casinosum Nuxnomica Opium China 這是屬於這類型的自閉症 它對於聲音方面 反應是很強 很敏感的 好了 第二類型 我叫做Kinetic Kinetic 即是動態的狀態 是很突出的 很顯著的 那這類的小朋友 大部分小朋友 都是屬於這類型 因為他們有什麼 有個特徵是過度活躍的 OK 那他們是一種很衝勁 很衝動態的 impulsive 即是有一樣東西 他要做 他就要控制做 他就控制不到 那在這一類的 叫做Kinetic Type 是一個過度活躍的 那一類型 它有兩種 我們叫做十梯 即是再分類 那一些就是比較aggressive 有一種侵略性的傾向 還有有一種摧毀性的行為 以及比較上暴力的 那種一種是沒有這個症狀 即是沒有這種aggressive的行為 那這類的組別 的同學療法 也有幾個療劑 包括Tarantula Tarantula是什麼 是蜘蛛 毛蜘蛛 如果看戲 看到毛蜘蛛 是經常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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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那毛蜘蛛的小朋友 在高度會 唯一一樣東西 可以讓他安穩下來 安定下來 就是什麼 音樂 他聽到音樂 他就很開心 會定下來的 要不然 過度會很厲害 那毛蜘蛛 就是其中一種 Chermonium Tubeculinum Tubicul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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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屬於這一類型的自閉症 這類型自閉症 NinjaGa 通常通常 他看到那些動作 他會常常看定視很久 看見那些動作 他就見到 圈圈圈 玩的人 搬運轉的東西 他就愈視 望著他很久 他亦有時候 自己的動作 是不斷地重複的 那些砂肌子很喜歡去街 很喜歡搬行的 亦都比较上是中食咸的东西、盐、中食肉类 这类的小孩是属于我们第二类型的小孩 第三类型我叫regressive regressive就是它倒退了 整个成长过程是倒退了 这些小孩的大便小便都被塞禁了 很多时候拿屎来吃 拿骚髒东西辣辣辣辣辣辣好吃 就好像一个迟钝的小孩 还有时候你要看到这些小孩在性方面是很强烈的 就是很淫的一种倾向小孩 比如他很用自熟 自熟的情况很高 有时候也有机会抱着枕头磨性器官 这种情况也会看到这类型的小孩 我最近也有一个小孩也是这样的 他很有趣的 初初家长未必能够表达到这个症状 如果你小心些闻 他会发现这个小孩是很喜欢自熟的 一看到一有机会就磨枕头 夹着枕头 任何地方是磨擦自己的性器官的 这个疗剂是烂虾猫来的 Buboranum 这个疗剂是很有趣的 结果我一看到这个症状 我就给这个疗剂吃了 一吃就立即控制了 没有减少一些行为 然后我就停止了 停止了之后 他又有这个行为 但很明显 这个疗剂是即时 一天两天之内 一吃之下 他就减少了这些症状 即是几天就有收效了 很快很快 你都不经历过你不相信 当然其他方面 没见到先 但这种特别的性行为 是很快就用这个疗剂 是处理得到的 这属于第三类 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类的 事弊症的食物 他情绪方面 是很丰富的 就是很丰富 很疼啊 很痴人啊 这一类型的 这类型的小朋友 我通常 疗剂方面 轮营 Casinosum 营 石虫营 就是这一类的食物 这几只疗剂去帮助他 也有一类的弊症的小朋友 是很多恐惧 很多恐惧 很特别的害怕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特质 这类型的小朋友 很强烈的特质 有些人 譬如很怕高 很特别怕高 有些人 就是特别怕黑 有些小朋友 看到高的地方 就喜欢冲动 一定要跳下来的 很刺激啊 甚至家长很害怕 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譬如有些小朋友 很怕高的 你叫他玩过山车 肯定他不会玩的 或者是普高 有些小朋友 很喜欢大人玩 斜步马 整高整低 这类型的小朋友 很怕的 療剂是帮助这类型 是Borex Borex的小朋友 很怕这类型 是很怕这些 高高低低的失宠 这种感觉 也有一个療剂 是生癌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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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是很怕的 可能经历过 有些害怕的 有些小时候 有些可能居住 家里的环境 令到他充满恐惧之下 长大的 这种小孩的療剂 会帮助他 好了 还有一个类型 第六型的小孩 我们叫Savanna Sav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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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小孩 虽然自己自闭症 但他在某一方面 是有独特特异的才能 嗯 大家都听过 有些人对数学很聪明 是的 如果他计算 他记得很快的 日历的方言 或者某方面的独特的记忆 历史人物 或者汽车的模型车 或者对音乐方面 其实是很独特的记忆 那就是 这个科研里面 这个机构 就用他们的分析方法 将和自闭症的小孩 匯分成六大型 由不同的疗剂来处理他们 那他们的结果 他的成绩是非常非常惊人 是 是 那 袁医生 那现在在你诊所的成功个案 即是有好转的个案来计算 他们一般要接受多久的治疗呢 就是才会见到收下 基本上呢 你看回这个研究 他讲的一年里面的成绩 我想说一年里面的成绩 是 那他们就用 就是有 有时用不同的疗剂 有时都不一定是一个疗剂 是 我曾经所分析给你听 那一年里面 六十个小孩 有九个完全正常的 有百分之三十四 在三个月之内 已经看到改善的 有百分之六十 在半年里面 就已经看到很明显的改善 是 所以看到他们的 在讲解是 就是几个月已经看到 三十四个percent 在三个月已经看到成绩 那比一年时间 那他们基本上 就差不多大部分都 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其实我听到都觉得 挺惊讶的 无论是原医生诊所 还是刚才这个文献的记录 因为我以前都有学过 游戏治疗的 是的 我也跟一个相当出名的 在国际是supervisor级的 嗯 但是在讲医治的时间 是十年八年的 是的 还有效果都是很 十年八年 到底是自己好些呢 还是真的治疗好呢 是的 总之在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在讲 在这样一种医疗 自然医疗的工具里面 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对于自闭症 好的同类疗法 是最大的机会 在他们这个诊所的经验里面 他们发现 很多情况之下 例如60宗里面 有22宗是要用2个疗剂的 也有4个个案子 用3个疗剂的 有34个个案子 就是那些个案子 一个疗剂就完成了 有本书叫《Impossible Cure》 这本书是讲一位 一个家长写的 他自己是一位 一个博士 士丹福大学的博士 是一个电脑的博士 他有个儿子是自闭症 结果用同类疗法医好 他在过程里面 他自己进入重修同类疗法 写了这本书 大家有兴趣 可以先参考这本书 叫《Impossible Cure》 作者好像叫Amy Lansky 我不记得 总之在我们健康店有得买的 或者上我们的网站 也有机会看得到 或者我们迟些 将这本书名 放上去讨论区 给各位听众听 好 这一节时间暂时到这里为止 我们稍后再来讨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 自然疗法与你 这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自然疗法与你 这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但是其实在现在香港地 即使不是有自闭症 儿童的家长 其实都很头痛 你会看到现在那些学习障碍 或者不能够集中注意力的小朋友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其实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同类疗法 有没有疗剂可以帮助儿童 可不可以成长得健康些 家长没有那么头痛 我刚才也说了很多人 我刚才很清晰地说给大家知道 其实自闭症和打针很大关系 但是香港很多家长都有一种错觉 以为香港一定要打针 不打针就不能进入学 导致很多人觉得 虽然听到打针很危险 可能有机会引起自闭症 其实现在机会率也挺高 如果有80多个人有一个 其实很容易中招 但怎算好呢 其实我跟大家重复地说过很多次 其实香港地 全世界大部分地方 打针不是一定要打的 不是法律规定要打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什么国家 政府是有权利逼市民 接受某种药物 其实打针是接受某种药物的 你不可以说我一定要看中医 一定要吃这种药物 其实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法例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你是不需要 你可以很礼貌地拒绝小朋友 不去打针 当然了 你就少接触政府机构 所谓那些健康院 你不用去的了 你去都叫他打针 学校方面 你自己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说报学校的时候 第一 他们不会在你未收你之前 要你拿针子的 通常就是收到你之后 才叫你寻找那些资料 寻找仔有关健康资料 在这种情况之后 才会出现针子 好了 所以其实问题 不要令它出现 问题的起因 是跟打针有关的 所以不要等到有事的时候 才找疗疗医生 来帮你治疗这个问题 但是医生 你刚才提到政府没有监管 但是隔壁伦社 或者你这些亲戚朋友的小朋友 都打这些流感针 譬如这样 每个人打你不打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还有人可能觉得 你的儿子不打这些针 会不会传染某些疾病给我的儿子 会租人歧视或者压力 这样呢 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化 如果有些人真的深信 那个疫苗是保护到他的话 如果他真的信他能保护你的 那你什么怕 接触一些没有打针的小朋友 是吧 逻辑的安慰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是真人真事 发生在我的妹妹 两个女儿身上 妹妹两个女儿 一直是读澳洲国际学校的 学校也知道她不打针 有一次校长 就跟她说 她说我们学校有很多小朋友 有这种传染病出现 不如你两个女儿 都是避一避吧 不要先回来 我妹妹就跟她分析 她这个校长所说的话 她说第一 要害怕的就不是你们 是我 要害怕是我们 是我 我没有打针 我也不害怕 那你害怕是做什么 加上如果你真的深信 你打针是有效的 能够让你避免这些病 那你为什么害怕 至少我两个女儿呢 那校长说之后 也是 很有执财 你妹妹 真的很对 很有道理 那校长自己也承认 她自己的女儿打了之后 那些病照样出现 不是打针 一定可以预备得到 有时候大家用少少常理 用少少常理分析一下 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那你知道了 只不知 小朋友固然难处理 那你曾经说 因为现在可以这么说 有一种说法 生生什么容易 养就难了 对吧 管教很难 你来生得四百多万 香港有一位 有一个好像是银行家 估计养一个香港生命 25岁成千多万 一千一百多万 那所以 最大的问题 我们处理很多时候 发现那些小朋友 是很难臭的 或者小时候 嬷子的时候 就经常哭 不睡 扭奶吃 有很多发烧 很多小毛病 到大时候 读书能力很弱 集中力很差 各度会弱 其实我说 最有效的 处理小朋友的成长 最合乎经济利益的方法 就是令他们健康 用正确的方法 用同类疗法 令到小朋友的底子 底质 是好 搞好它 有时你不要再打麻烦 这些伤身体的针 用自然的方法 由小到大 由小孩出生 用自然的方法 和疗法来处理它 我保证这些伤身体是非常容易抽 好了 我想那千多万里面 包括了很多的 補习费 看西医等等 这样的费用 是啊 是啊 他计算了很多 看西医 看牙医 補习费 外出的方法活动 用很多很多钱 但是最后呢 效果是怎样的呢 如果10元真的 已经被你的脑 被药物打 打垮了 对不对 已经有少少智力 已经有少少 被你弄到迟钝 弄到过度活跃 弄到有少少自闭症的时候 你想想 你用这些这样的方法 就是恶宝 做得多少呢 其实那个是做得很少的 现在是几岁補到二十多岁为止 差不多是 差不多去到大学 去到大学之后 没人帮他针 基本上 香港很多很多家长 都是很辛苦很头痛 是啊 我住过有些家 那个小朋友是难照到 两个星期之内 有三个工人走了 人家觉得这个小朋友 好像鬼上身的 他不睡觉 整晚哭 就是不是很多 很多香港的家庭 是可以处理得到 就是不要说有工人臭 工人都害怕 很多 就是这些是千真万觉的 我自己的诊所里面 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的解决方法 很简单 你用同一疗疗法 用自然疗法 叫他不要用那些 不良的医疗方法 令你的小朋友健康起来 健康甚至可以 吃得睡得玩得 一睡到天亮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之容易臭的 好了 所以在自然疗疗法里面 也有很多人在研究 就是用什么方法去 用什么疗剂 可以令到小朋友 体质会好些 但是你知道 疗疗疗法 就是经常说 是义学能症 有成一千三百多疗剂 很多人的数学 是学疗疗法 或者教疗疗法 其实真真正正 做得好的人 是很少很少的 我最近接触了一个 一个科学的文献 分享她的经历 她说她的小朋友 有所谓的疲性 大家都知道 三岁还是八十 每个人都有她的性格 疲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 是生出来的 与生俱乐 同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 有小朋友完全不同性格 是很容易见得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天生的性格 好 那我们怎么把小朋友找到她的性格 而由她的不同性格 施水不同的教育方法 其实应该就是这样 教育的东西 应该是不同的疲性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小朋友 用不同的方法 好了 那我们通常 如何分类呢 第一 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 我叫做Temperment 性格方面 第一 他活动方面 我叫做Activity方面 这个小朋友是否不断地运动 不断地找些东西去做呢 反正这个小朋友 就是很relax的 就是很悠游 不是太过活躍的 这个就是Activity 也有些小朋友是很规律性的 我叫做Rhythmicity 就是说有些小朋友 他通常 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有很规律性的 他饮食时间要有规律性的 或者睡觉的习惯有很规律性的 如果你不是 他会觉得很不开心 很不安 这就是一种性格 那有些小朋友 我会看他 是否Approach 和Withdrawal 他会不会很容易接触别人的 见到陌生人 是不怕的 或者有些人 就算在家里熟人 也好 亲戚来 有些小几次 他再见过他 都已经不跟着 拍拍手走 走开 这种有另一种性格的分别 也有些是Adaptability 他适应能力 有些小朋友 很快就可以适应改变 就是习惯上的改变 生活上的习惯改变 有些小朋友是很难的 或者很真的 你不能改变他做什么的 我说过有些小朋友 有些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这个严重到什么呢 他出街 他一定要向某个方向 他向右出的 你向左就不行 去到某个地方之后 譬如他穿鞋 他一定要穿左脚 一定要先绑下带 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好了 他适应能力 还有一些是 他反应的程度 有些小孩子 就算是正面负面也好 是很强烈的 有些小孩子是刚刚相反的 就是很淡定的 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很随和的 这个有一个性格的分别 有些就看他情绪的 mood 有些小孩子是很消极的 很多担心的 我最近看他小孩子 很有趣的 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 但是他妈妈 他经常觉得他 他经常很担心的 小孩子都没有担心 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心 对很多事情 是有一些很负面的感受 也有些小孩子 就不是的 相反的 他很淡定的 对于什么事都好 他都是他反应的 很自由淡定的 好了 那种一种呢 就是那个 sorry 等于我讲的 mood 情绪方面 会转得很快 有些就很even temper 很平和的 还有些就是那个 专注力 persistent 有些小孩子 一遇到问题 就很快就放弃了 他不会斗的 有些小孩子 会砌砌砌砌砌砌 砌到问题解决了 有些小孩子 玩游戏 玩很久的 不舍得放弃的 他玩成年了 玩几年都不会放弃的 有些小孩子 玩游戏 玩回来 不够两三天就丢了 他们的脑袋 就不断地转 不断地来到游玩去看东西 好了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叫做 他那个 专注能力 那个容易被distract 或distractability 就是 是否容易分心 是 有些小孩子 是很容易分心的 有些小孩子 在外面 搞什么东西 都令到他不会分心 这也是一种性格上的差异 最后 他分析了 sensory sensory threshold 感应方面 就是外来刺激的感应 比如声音 光 食物的质素 有些小孩子 一吃就要丢了 为什麽 那种质感 他不喜欢 有些是特别强 就是不同的 可以 我们可以把小孩子 分成狗类 性格的特征 由狗类 我们将小孩子 分成三类 铜颅疗法的分组 一类 一类 我们叫做 比较容易 很无所谓 而且很flexible 适应能力很强 那些审物者 通常都比较鸽定 很开心 睡觉方面的习惯 都是很定期的 睡得很好 吃起方面 没什么问题 适应能力也很快 也不容易 不会那么容易 不开心 但是这些小孩子 很多时候 他情绪很丰富 情感很丰富 也有很多想象力 也有些情况之下 他的接触方面 反应是比较强烈的 那些审物仔 很多时候 比较害臭 比较害臭 还有 有时候 他有些焦雷 看到一些事情 他会害怕 解释不到 或者看到 一个人回去房间睡 他又不太喜欢 闭上眼睛 又觉得有些 感觉 好像看到一些影像 因为他的思想 是很活动的 通常这些人 动作快 反应快 但也容易 就比较容易累 容易累 就算身体也好 努力也好 都容易累 好了 如果你的审物仔 属于这类 在同学疗法的分类 叫做Sora Sora这一类 通常是一个 就是我曾经所形容 这类的小朋友 我要如何处理 这些小朋友 通常你要跟他私下 分出一些时间 跟他好好地交谈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有些不开心 或者有些挫折 他都不会轻易说给你听 因为他可能很害羞 也很敏感 有时候他也关注 又担心 如果说给你听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 不开心 所以这些小朋友 你跟他结立关系的时候 你很需要跟他 慢慢谈 要私下交谈 跟他独处一轮 或是带他出去 一到一 跟他来商量 我儿子是属于这类型的小朋友 有时候你知道 他有些事情 他不会告诉你 你不要等他 你不要说 哎呀儿子 你需要了 你就找我爸爸 他不会的 那就是需要你做主动 约他出街 带他去某个地方 大家一对一之下 他就会慢慢透露到他的心声 遇到这些小朋友家长 要观察力比较强才行 是的 如果你发现你的小朋友 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采种这种手法 来教养他们 他们的疗剂方面 很多种 像是鲨鲨 相比之下 不要那么活越的 以及适合 适合 也挺尖尖的 通常有些遇到新的事物、新的情况 他们都会退缩 他们通常需要时间不断地接触 才能够开放自己 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性格 他们有很多秘密 他们有很多事情不会那么轻易告诉你 除非你对那个人很熟悉之后 他们的恐惧、新的事物 他们才会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秘密 他们也不会说关于他们家里发生的事 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有些事情 他们会经常去想想想想 这种事物很明显 做事方面是有常规性的 你不要那么容易改善他常规性 你真的要慢慢地 给足够的时间是令他适应 令他变得更加独立 而且会更加开放自己 所以这种小物就不要急 你不要太心急 什么形的呢? 这种有很多疗剂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比如疗剂方面 我叫Psychose 就是同外疗法的分类 我叫Myosum里面 就是Predominant的Myosum 一种遗传的特质 我叫Psychosis Psychosis的疗剂有几种 譬如硬型的小物 大家都经常说 很多小物是硬型的小物 炎型的小物 是Cypia Cypia就是蜜鱼汁型 Psyc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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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型的小物 大家可能都会有 这些小物是很难搞的 很活躍的 还有就是很敏诊 还有很恶的 就是不会听你说 骂家长 这些这样的情况 吃东西方面 睡觉方面 都是不规则的 小小声音 小小有些活动 都会令到他 会反应很强烈的 很high strung 一不小心会爆 他的反应是很强烈 很爆炸性的 也有时候 他有一种破坏性的行为 或者伤害自己也好 或者伤害别人 有时候见到有些好好的家 有些家里有些贵种的东西 他有时候发起皮 之后就帮你扔鸡 好吵架 就是这种小小独 很多所谓行为不良的小朋友 难臭 常常被学ści 是经常遇到这类型的特征 在我们的诊所里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遇到 这种类型的食物鸡 这种类型的食物鸡通常要如何处理它们 因为它们有太多精力 它们都不知道在哪里发泄 所以尽量安排多些活动 尤其是体育活动方面 给它多些做 将它的过程的精力 转移到一个没有破坏性的方向 疗症方面我们也有 我们叫做Cyphalus Cyphalus Torrentio 刚才他说蜘蛛 毛蜘蛛 Cyna Anacardium 很多罪犯都是Anacardium Anacardium有一个症状 它内心世界有善恶的挣扎 有一方面叫它去做一些坏的行为 有一方面叫它不可以做 有时候它有内心的挣扎 Anacardium Cyna型就是蟲 如果你生蟲 你肯定是蜿 你肯定是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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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有些小朋友 我试过有个 也不是小朋友 十多岁的Teenager 他经常咬手指 咬到手指 十只手指是完全看不到指甲 哇 我想你怎样聪明的批甲师 都做不到这个效果 很痛 他会咬到完全没有了指甲 十只手指 我记得是大约十五十六岁的加拿大的小朋友 同时也看到一个是一个骑警 加拿大的骑警 他也是三十多岁的人 都是手指甲咬到没有了 这个我听过你说 但是很痛 那他慢慢咬一下 咬一下 也没有什么 可能他也不会咬爛肉 他只是咬一下 咬到指甲都没有了 结果我用了疗剂就是Cena Cena 是虫来的 其实它里面有生虫 这些虫在里面是撩它 就是咬一下 令到它觉得很不舒服 要找些地方发洩 他用什么发洩方法 就是咬手指 还有一个水银 水银行 水银行的十分就是很多恶作剧 我想很容易 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鞋声 他经常搞错事 倒弹 令到一些人难堪 这种型 很多是水银行的 这种水银行的小朋友 当然 Nuxvormica 和Floric acid 这种水银行的水银行的 这种水银行的 就是手指不定的 不能够停止 不能够停止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最有效的工具 都是想办法医好他们 是不是 不是怪责他们 这个生股仔 经常是哭的 哭瘪来的 这个生股仔经常是很懒惰的 什么都不肯做的 所以小朋友 就类似他 就经常是无谓担心 那对生股仔没有帮助 最重要是用同学疗法 解决他的脊 解决他的身体能量的脊 他整个人的健康 就会释放出来 那生股仔很容易臭 但是十个有八九个妈妈 都是骂他们的 是因为 你这么恶 教练都是这样 然后读不到补习 你看这些补习社 成行成市都是 所以 他们都想不到 其实背后 真真正正正的问题 就是身体的问题 现在的补习社 都比辩理店 很夸张 你看台湾也是 台湾城市 死区里面 你见你见他都是这一类 是 那 好了 那我也有多小时间 有多小时间 我跟大家分享一类型的小朋友 这类型的小朋友 我们过去没说过 是Corsicum 这类型的小朋友 Cors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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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特别的抗物盐 製造出来的 这种小肠 通常你看上去 它就比较小瘦一点 尤其脚方面 就比较小瘦一点 但有时候肚子 可能会凸出来 这种小肠的表情 看上去 其实是很低层 叫做Low Spirit 即是很低层 还有面色 通常都是青青黄黄 好像有种 不是很健康 那种 不是很白 不是很红润 这种Corsicum 的小肠 表情是这样 比较瘦 脚瘦 肚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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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肠是比较很敏感 尤其是情绪方面 比较敏感 我们不是说 肚腩的方面 这种小肠是很有同情心的 尤其是对其他人 他对自己 可能忍受痛症很好 痛很好的疼 但如果看到小肠哭 他就觉得 好像不知道怎么算好 就是觉得 哇 他的小肠是否不舒服 是否痛 他就会好 他那个情绪 那个 emotion 是比较上 是特别突出的 但是这种小肠 有时候 都是很 我叫做Drama 就是很 戏剧性 对一些事物 他的反应的表现 是特别强烈的 我叫做Dramatic 那种感觉 所以他表露 都是过分地 的 我叫做Exaggerate 情绪方面 小小事情就弄得很厉害 那跟Ignatia 那种型的小肠哭 是挺似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小肠哭 你由他自我表达的强烈 自我表达的行为 你就可以动缩到 他可能属于Corsic 你能看到 情绪方面 他很有同情心 尤其是第二个人的痛楚 他会特别表达 而且他那种表达方法 是很激烈很强烈的 有时候 我们叫很多 狂烈的革命者 属于Corsic 看到很多不平 有些不好的事情 他就会很强烈地去做 他就很清晰地说出来 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好 一般人会感觉上 他有一种很狂烈的 我们叫做fanatical 这种人 当然这种人 就是这些革命家 当时他都是自己的 很powerful 而且他的坚持力很强 自己的自信心也很强 通常他喜欢一些强者 他见到强者 他就会崇拜这些人 多过其他人 这是Corsic型的人 有很多人都说我是 有时我觉得我是不是Corsic型 也有些人 总之好打不踢瓶 很强烈的对事物的反应 Corsic型的人 有时候很多小孩 有不同程度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是审人 正常的恐惧 他有时候可以呈现在 也是有些人 有些小伙子 有些小伙子 比较小胆 然后警察说 хорош 很怕黑,比较厉害,容易哭,优秀 还有,有时候学习比较慢,尤其是说话方面学习比较慢 我们通常在大人里面遇到一些人失了声,或者说话都不清 或者有时候咳嗽,痰痴在颈子咳嗽不到 那时候会用一些小朋友 Corsicum不是一个常见到的,不是一个小朋友里面常见到的 但是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种形是Corsicum型的小朋友 那好啦,其实袁医生和各位听众分享过很多关于同类疗法的资讯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兴趣在同类疗法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那袁医生呢,遲些可能会开班的 那如果各位听众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们 我们网站里面有这方面的资料 有个服务卷,大家可以去上去看看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填上去 还有,游网台也有的,是不是? 游网台也有的,如果你想到游网台,你可以看到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我们叫做real healer 游网台也有的,可以治愈人 那可以学同类疗法 在我的这么多种四科医疗,我自己的专业的四科医疗里面 我觉得同类疗法是最合乎经济效益 是不是? 就是和效果是最显著的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用得到 你就会感受到同类疗法的益主 都好住在哪里 那好了,今集时间够了,大家再见 OK,好,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